桃鍋裡的湯頭油油亮亮 撈起裡頭的雞肉 更是令人實質大動 除了雞酒香噴噴 一旁的白斬雞 外皮金黃油亮 最能吃出肉質原味 新竹縣政府舉辦 第一屆客家雞酒料理大賽 雞組養雞協會的會員 不只PK料理 更要比誰養的雞最好吃 都是我們在地的土雞 包括我們的竹北坊雞 黑魚土雞 跟紅魚土雞等等 還有珍珠雞 都是我們新竹縣的特色雞種 穿著白袍的評審 仔細品嘗每一位選手的雞酒料理 想拿冠軍 除了雞肉口感是關鍵 更得比口味外觀汗創意 每一個班都有它的特色 它的分數就是很小很小 就也是我們客家美食裡面的雞酒 各種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都是有名 同時營養價值高 同時就是在地的土雞 有的用大量紅棗熬出雞酒甜味 有的則是加了自家配方 銅廠較勁 最後雞酒狀元出爐 由竹北赴美竹寶機獲得 我們吃的食物不添加太多 都是還是五穀雜糧為主 牧場有牧場的受醫師 層層罐罐都有很多的安全衛生檢查 我們要選一下最佳冷氣喔 台灣人愛食補天冷吃暖身 天熱吃過癮 好吃的客家雞酒就在新竹 我們要選一下最佳玉酒的重量